21万6开完小米苏七 700公里后驱动长续航 自驾版 再开奥迪A6R40版本 差距太大 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大家都知道 小米苏七定位中大型豪华C级轿车 和奥迪A6是同级别 都是中大型C级豪华轿车 并且雷军在发布会也表示 小米苏七是50万以内最好开 最好看 最智能化的一部车子 所以可比性很高 那么小米苏七 裸车21.6万 就按半弯落地25万来比较的话 那么一台入门版奥迪A640TFSI 豪华质雅型 迂回完 落地半弯也要40个W 两车整整相差了15万 那么价格相差这么多 实际体验差距会有多大呢 奥迪A6R是基于MLV 重置平台打造 车身80%都采用了高强度缸和超高强度缸 关机部位和AB柱 使用了热乘性缸 比如前重梁到车身地板到后重梁到车门的防撞梁 车顶梁等等 从前后上下左右 这些部位都使用了超高强度缸的保护 小米苏7采用一体式冲压车身 横梁边梁使用超高强度缸 AB柱和关键部位使用2000兆法热身性缸 车身安全来讲都很不错 但是细节地方处理的还是 奥迪A6R更加完美一些 毕竟造车的经验也更加丰富 新款奥迪A6R外观上整体变化并不大 前脸车头依旧是奥迪标志性十足的多边形大尺寸中腰设计 车身侧面尾部也是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 平直柔和 腰线优美 尾灯由一条银色多个条贯穿 加上大尺寸的轮毂 营造出豪华时尚高端大气 且优雅的车身姿态 小美俗旗的设计师 完全把保持街Tiger纯电动外观造型 差不多复制了一下 但是整体看上去非常的优美协调 有层次感 特别是尾部的电动尾翼的设计 不仅增加线压力 还增加了运动风格 并且风陆系组达到极低的0.195 量产车中是最低的了 半隐藏式的一个车门剥裂 酷式保持街Tiger 开出去很拉风 颜值很高 我认为是成功的 车头的前大灯里面 是颗LED点缀的十分运动 内饰方面 全新奥迪A6 给人的感觉就是科技感与豪华感并纯 简洁大方 前排四版新增 纹理和涂涛露的四条 和全系新增的舒适头枕 提升了新车的豪华感和舒适性 小米的内饰和座椅使用 NAPA真皮处理规格很高 不得不说这是国产车的优势所在 而缝隙粗细处理的一般 细节地方不够好 而小米苏漆 中控触摸屏是16.1英寸的3K分辨率的屏幕 小米使用自己的蓬派OS智能系统 在智能化更好些 底盘部分奥迪A6R使用前后五灵杆铝合金 旋架 调校非常的扎实沉稳 特别是高速的质感特别好 小米苏漆使用前送达臂 后面多灵杆的一个旋架 送达臂能够有效防止刹车点头 有效意识测轮行驶当中方程测清 增加操控性和稳定性 考虑到奥迪A6的动力水平 我们就用单电机的小米苏漆 就可以挑战奥迪A640的2.0T四根机 扭矩320,马力190,080加速9.2秒 230公里的最高时数 那么小米这个汽车的电池走量为73.6度 实际续航是668公里 080加速5.2秒的加速能力 确实不是奥迪的机械动力能抗衡的 体验加速非常线性 电机带来的线性 就算CVT变速箱也无法比拟 更不用说奥迪的双离合了 电动踏板响应非常迅速 但是隔音基因风照胎照上面 还是奥迪A6L要更好优秀一些 小米苏漆细节方面还需要再优化 虽然小米苏漆一鸣惊人 三年盟一件 但是品牌的影响力无法跟奥迪比拟的 小米苏漆在各个方面 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毕竟奥迪一些品牌在造车经验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成熟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小米苏漆我相信在第二代第三代产品上 会更加的超越自己的本身 所以我们再次拍下来 谢谢大家